记者刘宇庆澎湖报道,宗教室点亮黑暗监狱一盏灯,佛光山慈悲基金会跨海底棚,制赠澎湖县政府文化局图书馆及棚南图书馆星云大师全集,澎湖县议会也主应制赠澎湖监狱,让收容人广目佛恩,由政府议长刘陈昭林,陈双全代表制赠。 星云大师全集纪365册,纪分成12大类,3000余万字,5万条目,这是人间佛教百册全书,累积星云大师医生杭佛历成集人生哲学,也是大师一生的信义写照,成为大师的智慧结晶。 今在澎湖县议会一楼大厅举行正书仪式,包括正副议长,海天佛刹,住持满洲法师,财团法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,董事长一来法师,文化局长郑嘉维,澎湖监狱,陈叶长一张等人。 一来法师致辞时表示,去年出版的这套星云大师全集,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,因为全集涵盖文化、经济、政治、亲子关系等范畴,非但能收到与汉为贵及和睦相处等营造深耕文化之效,且内容通足一懂,配合彩色图片相衬,确实是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。 同时此次抵彭除完成赠书善举外,还有受证交话诗。 随后进行证书仪式,由澎湖县政府文化局长郑嘉维及澎湖监狱,陈叶长一张代表接受,并分别致赠感谢状与佛光山及澎湖县议会,同时也举行佛光监狱,就化师的受证佛光山慈。 碑基金会目前有110位社会交话师,共同承担52个矫正机关即附射机关的教化工作,包括陈丽媛、王美丽、徐孝恒、许荣基等居士佛光人接受受证。 感谢观看